秘词出来 第一件事情 我是希望张先生能做到的 我认为 应该向你妻子 有一个诚恳的 大度的道歉 对的 刚才听到这么多老师跟我说 我本来以为我还都是很对的 看样子我的问题也是不少的 我还真不知道 对他爸妈这上面 也没多少气一样的 我反正改变吧 尽量的跟他们交流的好一点 有些东西我还慢慢的考虑一下 慢慢的去接受一点点 有些东西也多想一下 刚才我说我要罚你 我们这边有东西 我让张女士拿来 先让她猜一句邂逅语 猜邂逅语 装飞穿什么东西 初衷有戏啊 把你回去绣花 绣一绣 让自己安静一下 碰到什么事情不开心 安静一下 分取更多人的支持 我做妻子的时候 也没站到你的立场上去想 也没有替你 就是说 没有有些地方没有暴露你吧 因为我的地方是错的 对不起 在这么多年 五年里面 我们是白手起家 想起来也 就是说怎么说呢 想起来是也很困难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爸爸他们做的方式是不对的 但是是帮了我们 我们还是要感恩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们起政治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我们就给你支持吧 希望 以后就是 你也站在我的角度 有的时候 我也站在你的角度 我们两人共同 因为我们过来 不是别人的 都是自己的 为将来吧 为小孩吧 希望过得更好一点 我是肯定能做得到的 好心 好好回家吧 陪陪家人 很少揉着他的手来 我们赞同在生活中 要有注重承诺 用于承担的原则 但是对于张先生 这种变了位的原则 以及在处理矛盾时 简单粗暴 不从别人的角度考虑 在事情无法得到解决的时候 又迁怒于妻子的行为 予以批评 家庭生活中固然要讲原则 但是家庭生活并非只有原则 什么时候讲原则 什么时候多包容 甚至是装糊涂 这都是需要我们 不断学习的生活艺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